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语法现象是双边语的被动 那么我想对于被动语态同学们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之前重点讲到过 一句话怎么样由主动变成被动 而不同的时态它被动语态的结构又是什么 现在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双边语的被动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见到的会有些动词 它有双边语它有两个边语 一个人一个物 而这两个边语人跟物 都可以提前当动作的主语 那么就是分别用出来被动语态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块呢我们要来好好看看 否则的话你用也会容易出错 我们以give这个词作为例子 我们先看结构 give主动语态的形式 要么是give somebody something 要么是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对不对 能跟双边语的动词基本上都这么来用 我们先说give somebody something 这不是它的两个边语 一个是人一个是物吗 在双边语的主动语态的结构当中 我们是要把边语提前变成被动语态的 只能把紧跟在动词之后的那个边语提前当主语变成被动语态 也就是说在这个结构当中呢 我们把人提前当作主语 那么为动词我们当然要换成be加given的形式 其中be该是什么时态就是什么时态 我们之前讲到过不同时态 它被动以它的结构 该是什么时态就什么时态了 然后something远方不动的就放在这儿 所以如果是人在前呢 我们用的就是somebody be given something 而我们看 还有一种结构是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在这种结构当中 仍然是只能把紧跟在give之后的边语提前 当主语变成被动 也就是说我们把something提前当主语变成被动的话 那么give还是要换成be given的形式 to somebody就还原封不动的造写 所以你可以把它由主动语态的结构 变成被动语态的结构 或者说呢你可以最后就把这两个形式记下来 somebody be given something something be given to somebody 那也就是说物提前当主语的时候 人在后面是有一个to的 那么如果人提前当主语物在后面 这是没有那个结词to的 为什么会没有 因为主动语态力就没有 而下面这个为什么会有 因为主动语态力就有 所以说呢你可以由主动语态的结构变过来 这样我们运用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举例子看看 我给你主动语态的句子 那么这个动词是可以跟双编语的 它跟了两个编语 你分别帮我把它变成 人作主语还有物作主语的被动语态的形式 比如说 they have offered me a large sum of money 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大笔钱 我们刚才见到的give这个词是怎么用 somebody be given something something be given to somebody 换成其他的词也一模一样 好 首先如果我用我做主语 怎么说呢 现在我不是编语吗 我用我做主语 I have been offered a large sum of money 这是你把那个me提前当主语 当然要用I了 那么have offered改成have been offered 这是现在完成时代的被动语态 a large sum of money 远方不动的照写 而如果我用a large sum of money 做主语应该怎么办呢 a large sum of money 然后offer要用现在完成时代的被动 has been offered 因为钱就是不可说明词 做主语 未动词是要用单数的 在后面那个me呢 我们要用to me a large sum of money has been offered to me 对不对 new offer一样的嘛 somebody be offered something something be offered to somebody 跟刚才give的结构一模一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举例子看看 he sent me a present 他给我寄了一份礼物 好 你先用me提前当主语 当然放在主语的位置 我们要用I了 I 然后未动词sent 改成一般过去时代的被动 这是一般过去时代 仍然是一般过去时代的被动 I was sent 然后礼物放后 a present I was sent a present 而如果用a present 做主语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a present was sent 未动词是不变的 人放在后面要有一个戒词 to a present was sent to me 这就是这句话的两个被动语台的句子 咱看这个呢 he handed me the prize 他把那枚奖章递给了我 现在我要用我做主语呢 I was handed the prize 对不对 by bwd6 谢谢观看